好,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还是最后决定啊,我们要把这个纸反针的这一面放表面,也就是你看,它很自然的抠成这样一个小碗的形状,这个是正针这一边啊,我们找来这种丝棉,比如说你家里的沙发的护,那个叫什么,抱枕里啊,沙发的抱枕里有,或者是枕头里有,或者是你家里边的那个不喜欢的毛绒玩具里边都有,你用拉链打开,然后从里边拿出一点来, 放在这就可以了,看到了吗?然后,我们直接给它啊,这个位置是我们起针的地方啊,起针的地方,然后这个位置是收针的地方,我看看哪个位置啊,它两个,两个方向都差不多 你看,是这样,一会我们跟这个帽子缝后在一起的啊,但是,不要忘了,它有一部分呢,是鼻子的部分,是长到这个 这个,这个和白白的嘴的这个位置上来的,所以我们要用毛线的嘴给它织一个鼻子的半拉的部分,一会呢,还要给它用黑颜色啊,完成一个小小的鼻子 好,这部分呢,我们需要一会给它起,四针少点,五针又多了一点了,就起五针吧,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好,这部分呢,正好是它的鼻子中间这一块啊,一会是五针了,大家再看一遍啊, one, two, three, four, five,好,翻过来以后呢,我们直接的就给它,给支正针啊,正针,正针 好,然后再给它翻过来啊,来到另外一面,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手法,正面之正针,反面之反针的手法啊, 看,现在是反针啊,好,我们把它往边上放放,要不然它,它影响我们了 这个就是它鼻梁的部分 灰色啊,和这个帽子本身的色彩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要织一个长方形的小条 织完以后呢,会把它啊,和帽子,与这个白色的嘴巴的部分呢,连接在一起 现在的环节其实是最有意思的环节啊,大家光看表面似乎找不到这些零零星星的小的配件 怎么样和这个非常可爱的小狗能够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好玩的,看似不太相关甚至不太像的一些小配件 但是经过我们后期的这个缝和强妙的设计以及整理啊 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非常可爱的这个雪纳瑞的小狗狗的形象 一边缝一边跟这个,我们这个位置啊,比一下不要一个劲的去织啊 这面可是要正面向上的啊,你看 这两部分它是一起的,然后一直到这儿来 以后我会教给大家我们缝和的技巧啊 然后呢,这儿有它的小鼻子啊 好,这个高度就可以了啊,跟大家一起量一下它的高度 7厘米啊,翻过来量 一定要量它的上边最高处啊,从底下这儿 起针的这个位置算起,一共是7厘米啊 看,刚刚好 也就是我们起5针,然后线上织了7厘米的高度 然后就可以直接收针了啊 用反针收针,大家已经习惯用反针收针了,对不对 你现在发现了吧,收针的方法真的挺多,对不对 其实我教给大家的还是最基础的方法啊 还有比如说,机器边的收针的方法 但是这个不适用于我们这种材质的毛线 好的,收好之后呢,直接剪断 然后拿钩针,还是把最后的线头啊 从这个小小的针套当中呢,给它直接勾过来 大家看 把钩针从最后一针里边伸进去,把线条从这儿勾过来 事后呢,我们会把,你看啊 会把收针这一面来作为鼻子,挨进鼻子的地方 这儿呢,是它的鼻梁的部分 就相对来讲,宽一点这个地方 事后呢,也会把正面,这次必须是正针这一面啊 因为这样它才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比对啊 看,是这样的 现在呢,你还看不出什么 但是没关系,我们现在呢,给它增加其他的一些元素 所有的元素合在一起之后 你就会觉得,哦,它和这个小狗狗已经很像啦 但是现在不着急啊,我们先来缝合它这个鼻子的部分 黑黑的小鼻子啊 这小鼻子呢,制作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 所有的零基础先手都能够完成 就是直接拿,黑颜色的线 那 黑颜色的线,我们给它紧紧的 团在一起 看,我上来甚至都根本没有从线的头那开始团 拿过来一堆就直接团上来了啊 这个鼻子呢,不要是一个球形啊,而是一个 椭圆形,一个长圆的形状 明白了吗 好了,你看,团成这样一个形状啊 但是,现在还不行 也就是我们,它,形成一个长圆的形状 大家看我手的比例啊,我们团这样一大的一个球球 然后把它直接剪断 剪断之后,一定要用黑颜色的线啊 你找一下,看家里有没有黑颜色的线 用黑颜色的线,细线啊,比如这种 看到了吗 单线 我们把它认上啊 单线就可以,不用双线 好,认上之后,可以长一点啊 大概是一米八的长度 好,然后直接呢,这不是我们的线头的部分吗 直接在这个小球的表面,这样缝合 每一次进针的位置啊 都是这个球体的边缘的多少呢 大概是 四分之一 球体边缘的四分之一啊 不分位置 随便的就这样缝吧 哪个位置高出来,就哪个位置缝 同时缝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有意识的 拉紧线 拉紧线的话呢,你这个小球就会变得小一点啊 哎哟,跑了 就是通过我们的这种缝合啊 来将这个小球表面 扶着的这些毛线 所有的扶着的毛线啊 都通过黑色的缝线给它捆绑住 每次进入球的侧边啊 一侧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样子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进入球体的正中间啊 经常正中间 都不好进入,因为中心是很硬的 我们一边缝合,一边给它就捏成一个 扁一点的啊 扁一点的圆,它不是一个 球体,而是一个 椭圆形的球 和橄榄球相比,它没有两个尖茧 但是它是一个 长圆啊,不是一个正圆 让大家用一米八的线 就是为了让你把这一米八的线全都 用在这个小球的缝合上 让它缝的非常非常的密实啊 哪个位置很松软 就证明你缝的很少 所以一定要这些地方要多缝 一边缝,一边把它往一个长圆的这个方向的来按啊 同时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能够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圆润 什么样的方法呢? 大家看啊 如果表面,你看,有这些尖尖的部分 可以直接拿这个小茧子啊 把尖尖的部分呢,给它剪一剪 看到了吗? 你只剪掉的是绒毛啊 而不是剪掉的这根线 如果把线剪断了,那就不对了呀 所以只把它表面多出来的这些绒毛 做一个修剪就可以了 最后,让它变成一个圆润的 长圆形的球球 没有多出来的这些绒毛 你甚至可以这样扭 那个,卷一卷它啊 团一团它 团完之后啊,你再去缝合它 就会变得很容易了 同时 你的这个小球球啊 也趋向于你所要的这个 长圆形 知道了吗? 看 呵呵呵 完成之后呢,这部分呢,应该是在前边的啊 然后,这是它的嘴嘴 它的眼睛 眼睛是在这儿的,让它长长的眉毛 它立起来的小耳朵 好,下个视频呢,我会和大家一起啊 完成它其他的这些细节的部分 一定要看啊 好啊 中文字幕——YK